- 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叫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因为只有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会员朋友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今天涨131点 那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到底 到底谁当选 我昨天也大概提到我的看法 不管是拜登当选 不管是川普当选 都很好 都很好 那现在 因为现在还看不到结果嘛 此时此刻 最好不要出现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就是 不知道谁当选 难产 如果是第三种状况 不知道谁当选 那就是要等到 1月6号 由众议院来什么 来公布是谁当选 除了第三种情况之外 不管是拜登或者是川普 我想这件事情就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就不用再去讨论 什么什么什么总统 谁当选之类的 因为郑君讲过了 来股票市场是赚股票的钱 那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格局 它会产生不同的标股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一句话 台北股市在10月份到目前 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 从10月份到目前 这是10月份到目前的走势 从10月份 10月份到目前 我们用一个分水理 用10月份来看的话 指数就是上下 指数永远就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叫波浪 波浪理论 波浪就是像海浪 有没有一下涨一下跌 那如果是单从所谓的 台北股市的指数 来论的话 事实上 没有什么涨跌 投资朋友 那今天涨131点 也不用太开心 永远记住一句话 就是 这个位置你不用太乐观 涨到这边你也不用太开心 都一样 涨到这边你不用开心 那跌到这个位置 这些我都讲过了 对不对 那当这个位置你在难过 你在悲观的时候 他又上去了 每次都这样子 那当你今天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 指数今天没有问题 不代表明后天不会有问题 我不是要拨指数的冷水 我只是要告诉投资朋友 你们来股票市场 来赚股票的钱就够了 你只要能够在股票赚到钱 先来看一下从10月份 我还是用10月份的这个 为一规 为一个基准 这个基准线 10月份你有做到 你有做到 你有做到据顶的 投资朋友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下 你有做到据顶的 你要管台北股市吗 你要管台北股市吗 30块钱买个20张 对不对 那你就进账60万吗 6582的虎虎生风 如果你10月份有操作到的 对不对 超过50块的价差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20张吗 20张的赚100万 那买10张的 买10张 买10张你就有机会赚50万吗 那我不知道你的看法 你永远就是低你不要啊 但是高你会什么 你会问可不可以追 投资朋友就喜欢做这种事情 你高你就问可不可以追 4735的 好赞 请问10月份以来 你如果跟着同步参与的 一样啊 你买20张的是赚100万了 买20张的是赚超过100万了 对不对 这边90几块 这边160 那不用卖到160了 卖到150就很厉害了 卖到150就很厉害了 那后面要不要再去躺浑水 老师后面会不会上去 后面会上去 后面会不会上去 那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 这一段的涨幅已经超过什么 超过大概60% 接近70% 那涨幅60% 70% 你后面为什么要去参与他 投资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前面没有参与到 你为什么要参与后面的 那政经都有跟你们讲过 不同的时间就会产生 不同的标股 台北股市是这个样子 没有非常好 但是有没有产生标股 有 有 有 这涨了八成了 辛普罗 涨了快八成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并没有 台北股市指数并没有涨八成 但是你选对股票 不管是辛普罗也好 或者是节目上我跟你分享的虎虎生风 这是送的 句顶 句顶也是送的 那就是送的那个问卷 十档标股的第一档 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赚到 投资朋友 包括六四五七 虹康哪里来的 虹康是这个位置 你仔细看 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节目上有强调 我特别有交代 我说 虹康是从 万润来的 对不对 因为 这一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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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万润持续的创新高 还不错啦 还不错 还不错 上去还是要 祝福他 毕竟我在低档区有跟你讲 六字头就跟你讲说 他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 台积电的营收 他的营收有25% 有25% 是来自于什么 台积电 那当然 当时候很多人还是会推这种 就是 像这种比较高档 我说我的会员朋友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400块的 当初 当初有很多人推 可是现在好像又没有人在讲 你有没有印象 红硕啦 或者是 这个3680的加登 那你买 加登 或者是买到 红硕 猴子朋友 那你当时候去买 政军推荐的6187的万润 好像我是对的 好像我是对的 但是我是这边跟你推荐的 我是这边跟你推荐的 那有没有 那有没有被遗忘的台积电的供应链 你仔细看 我今天我还是很 还是很无私 直接提供你这一档 6208 日洋 还不错啦 股价是比较低啦 股价比较低 现在目前是三十几块 三十几块来看一下他的整个获利的状况 三十几块的上半年就已经一块半了 那你刚听到政军讲说 投资朋友这个赚5块多嘛 那3680的加登赚几块 赚1块7 那赚1块7的加登 赚1块7的加登 200多块 这个赚多少 赚1块半 应该差什么 差没差他多少嘛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应该也没有什么人在讲 日洋 没有什么人在讲嘛 那你就稍微留意他一下 稍微留意他一下 因为政军 我所提的就是说 我能跟你分享 就如同 我最近也是跟你们讲 存股就存这一档 前天 前天你可以去看政军的节目 我说存股 存股不一定要存台积电 全市场每个人都存股 都叫你存台积电嘛 对不对 我并不是说台积电不好 我并没有说台积电不好 我只是要反问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你在400多块去存台积电 他有没有机会涨一倍 有没有可能从450 涨到900块 涨到指挥棒都看不到了 有没有可能从450 涨到900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彩晶 616的彩晶 616的彩晶 投资朋友 现阶段的9块钱的彩晶 9块多的彩晶 有没有机会去复制联电 你们都知道联电第三季 0.75 0.75就已经喷成这个样子 都翻倍了嘛 对不对 包括近期 华邦店也很强 对不对 华邦店 你不要看这一段 这一段也是快翻倍 也是快翻倍 那如果彩晶第四季还不错 非常好 提供你一些看法 包括车载的面板 一季比一季还要强 目前的在手订单看到明年的第一季 还有他的所谓的低阶的一些 手机 包括穿戴式面板 包括大尺寸 中大尺寸的监视器的面板 还有 你们都忽略了 双11 双12 包括耶旦节 年底 如果你家里有电视机要换 大尺寸的55寸 65寸 换机槽 投资朋友 都跟彩晶有关系的 但是因为彩晶 他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那个车载面板 车载面板 那车载面板 事实上 投资朋友你们会发现 以近期的新车来讲的话 那个面板 都是彩色的啦 以前那个车用 车用的那个面板都是黑白的 对不对 那现在一斤 还可以切换你知道吗 那萤幕很漂亮 切换 切来切去 感觉还蛮棒的 那我所提的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买450块的 连电 来存股 有没有机会涨一倍 到900块 我不知道 那9块钱 9块钱的彩晶 经过一段时间 经过三个月 半年 有没有机会翻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到18块 但是我觉得 他9块钱好像也跌不到哪里去 那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题材 那你慢慢在市场上就会发现 慢慢他会发酵 就如同全市场第一个给你推荐 新普罗的 就是我 我当时有跟你讲过 他是影像处理器的 专家 我甚至也跟你 介绍他的产品 包括那个内视镜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些内容 内视镜 内视镜不是 人体的内部 没有 看不到嘛 你有一些照X光的 也看不 看不是那么清楚嘛 内视镜的影像 我有讲过嘛 那包括 12月可能 你就会发现 那个 卖安全帽的 安全帽的 他会有什么 行车记录器 内建的 我讲过嘛 那他跟视讯有没有关系 跟视讯 有一点关系 但是占比真的没那么高 但是事实上 是可以把它放大的 就是说 市场上分析师在解读 所有的股票 就看怎么解 你要让他很好很好 那我就可以把你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要说他很差很差 很差很差 我也可以跟你讲很差 但是我也不这么做 但是我会有一种提醒的那种 义务 就如同我在上个礼拜 全国全世界全宇宙的会有没有 帮政军做个见证 我会有没有在上周 请有太阳能 你只要有太阳能的 有太阳能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大盘涨131点 对不对 那本周最弱的是什么股票 就是太阳能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本周 你们自己看 其实从上周开始来看的话 老师是不是拜登没有当选 老师是拜登GG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谁当选 那如果照理讲如果假设 假设拜登有当选 股价怎么这样跌 我是不知道 有可能川普当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反问你嘛 对不对 你们自己看本周最弱是不是太阳能 但是我在上周 我就有跟我的会员朋友们讲 有太阳能的 趕快什么 趕快逢高 逢高就是获利出轻 你可以出的什么 出的 你也可以先出嘛 那你说老师 可不可以DJ 那你要DJ 你再来DJ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DJ 你到时候你再来DJ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说老师 你 我还是看好 问老师看好看好太阳能 OK的 因为我只知道 这边很多都有太阳能老师 然后太阳能老师 然后一定是在最高档 敲锣打鼓 有没有 有没有 茂迪豪 茂迪庙 茂迪茂迪 呱呱叫 呱呱叫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茂迪老师 绝对不会在市场上出现 就没了 一定又是讲 当天 当下 最强的股票 但是会员朋友们 都干瞪眼 干瞪眼 都没有 都没有 那参加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讲到这边就很心酸 因为这每天 我每天一定会听到一段话就是这个 就他参加谁谁谁啊 谁谁谁啊 什么什么 怎样又怎样啊 然后说说 哦 节目看起来 你们 老师 你们那种节目看起来很 张力很强 可是实际上操作差很多 落差很大 那你有没有看一下测表 他们的测表有打百分之百 实际上照做吗 那他们预告的股票 跟实际上操作的 都不一样啊 那我一样再度帮你问 因为这个动作 到目前为止 全台湾全中华民国 没有人敢模仿的动作 因为有人敢模仿我的实际上操作 但是不敢不敢直接问会员朋友 我就觉得 你模仿要模仿像一点 要像一点 如果你测表也是打实际上操作 但是要在节目上直接问 全国 全世界 全宇宙的会员朋友 预告的股票是不是实际上操作的 这才是重点吗 这才是重点 那我相信本周大家都有 被动元件 对不对 那我们只有首选两党 两党 一党是被动的龙头 国聚 看一下这个 看扣讯最准 看扣讯最准 这是昨天发给会员朋友的扣讯 那这是全 全部 全就是每一个 只要没有 谁没有这一通 谁没有这一通的 谁没有这一通的 一定要跟我反映一下 因为我要求的是 百分之百实际上的操作 礼拜一的国聚在350几块附近 350附近 昨天382 今天386 30几块啦 还好 那会到哪里 会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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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朋友都很清楚 会员朋友只要到这个区间 你们就自己下车 自己下车 最少50块钱以上 最少50块钱以上 自己要下车 不要等我通知 懂吗 懂我意思吗 超过的时候你就懂得下车 那另外一档是6173的信仓电 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挑这一档 为什么我挑这一档 我们挑两档 一档是国具 一档是信仓电 仔细看 我比较保守 我怕指数跌 我怕全球股市会跌 所以我尽量挑基奇低的 这叫基奇低 这样低不低 这样看得懂吗 老师 你写的变魔术 来再看一遍 来 我把图移过来一点 这样你看得到吗 可以 来来 再一次 我们要变魔术 我们要变魔术 为什么我挑信仓电 仔细看 仔细看 真的很低 真的很低 低不低 低啦 非常低 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买低档区的股票 看得懂吗 刚刚突破 下降趋势线 对不对 基本面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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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希望你都跟得上 节目上我能讲我都会尽量讲 我尽量都会讲 那有时候是要花时间去等待 就像6187的万润 先前我都有推荐嘛 那只是投资朋友 比较没有耐性 比较没有耐性 那如果你要赚得快 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要快 要快就要看有预告的 节目的内容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请你去看 问卷 问卷里面的其中一档 那哪一档 问卷其中哪一档有滑鼠 有耳机 有键盘 这一张 里面的第五档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一张 这一张哇 真的不得了 巨顶嘛 你知道的 那我在讲巨顶 我就同时跟你讲第三档 不错叫陈琪 讲完马上涨了5块钱 對不對 辛普罗 那上个礼拜 电竞 耳机 滑鼠 鍵盘 就是第五档 廣环科 第二档也不错 第二档也不错 我今天把它扣出来 順便把它扣出来 第二档也不错 第二档是哪一档 第二档是15 1598 哈哈 老师 怎么跟你 你当时候30块讲的 迪悟呢 你第一个讲迪悟的呢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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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档 廣环科 廣环科 辛普罗 辛普罗 好 先来看一下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预告 来看一下3287 哇塞 老师 这是什么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档 刚刚你看到了1598 第五 哎呦 哎呦 老师 你真的是送标股哎 你真的是送标股哎 老师那 那家庚啦 老师那家庚啦 那家庚 有庚不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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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庚 有庚不庚 哎拿到的时候马上涨5块钱 懂得买要懂得卖 懂得买要懂得卖 对不对 拿到第一档是这一档嘛 具体 第三档啊 这个 第二档刚刚公布了 待遇嘛 对不对 那你刚刚看到3287 有看到吧 新普罗 每一支 每一支都是 那你昨天错过了 那昨天请你来拿 拿这一档新的 来 这档新的 你要来拿 因为它跟汽车的 螢幕 螢幕 影音螢幕的转换是有关系的 叫Apple CarPlay 就是 现在人开车 希望就是你看的螢幕是跟你的手机 是同步的 你的车子有没有 好像有的 但没有那么普及化嘛 对不对 那哪一档可以买 一样在这里面 自己知道好看 自己知道好看 螢幕影音的是哪一档 如果你不知道 你也猜不到 这一档 直接跟你做分享 就是这么简单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帮你们追踪一下股票 曾经跟你们特别提到 有延展的不用商 表现还不错 我上次有预告它 大概是赚五块钱 对不对 Q3五块钱 有没有超过五块钱 就是超过五块钱 今天跟你特别预告一下 它可以赚几块钱 原钢 目前的股价是六十几块 那第三季 第三季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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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可以赚几块 Q3可以赚几块 原钢 包括今天这一档股票 表现得还不错 第一季赚三毛 第二季赚六毛 那第三季 有没有机会接近 接近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那我特别有强调 来到市场 投资朋友 来到市场 除非你有特异功能 就是你像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 都可以未谱先知 你都可以先知到 接下来公告的营收 获利的数字 接近在哪边 那你很容易会赚得到钱 包括我上个礼拜 我们来看看电脑 上个礼拜 我有给你预告这一档股票 涨停涨停涨停 我有预告 好 那今天一样 没有赚到钱的 来拿这一档股票 另外 这一档 11月最标 明天开始要布局了 明天开始要布局了 明天准备要进场了 还没有上车的投资朋友 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